昨天有一場國際足舞的體育勝試 在香港舉行 由香港隊對國際賣阿蜜的表演賽 球賽以1比4原場 港隊不敵國際賣阿蜜 比賽非常精彩 兩隊都踢得不錯 但在原場的時候 球迷竟然不是歡呼 而是發出香聲大喊回水 事關萬眾期待的球王美斯 竟然沒有下場 令在場的球迷都大失所望 大部分人都學到彩 場面非常尷尬 這次球賽的門票非常貴 而且一票難球 最貴的要四千八百八十元一張 而且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 和內地的遊客 轉乘來香港看比賽 食宿家酒店花費過曼 除了現場香聲色氣 禮曼著不滿的情緒 大家紛紛宣示不滿 主辦單位的社交網站 亦被留言轟炸 大家都覺得很失望 大批球迷在場上學到彩 甚至有激動的球迷 勞踢美斯自派說分 我們的主持Toby 當日也有去到現場看球 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心急想知道 究竟美斯何時出來 逢真現場的鏡頭拍到美斯 大家都會尖叫她的名字 越來越接近原場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猜到 應該美斯不出來 但是我們也繼續抱著她 希望她下來五分鐘也好 五分鐘大家都會很開心 一直去到最初一開始 熱烈期望 到中間大家心情是十五十六 估計 到最後她竟然真的不出來 那種感覺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我是其中一個 倒下頭離牆的人和我爸爸 我一直走的時候 人們開始發現我 代表冬章西方 所以大家就說 報冬章 我很想報冬章 你可不可以幫我報冬章 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自己也很明白 我自己也很想報冬章 就算可能因為腳傷踢不到 兩分鐘 三分鐘都下不了 不要緊 你最後可不可以跟大家 可能打個招呼 說句話 可以說Hello Hong Kong 大家都應該會很開心 但最終都沒有 所以大家是很生氣 而且很不開心 我完全明白那個心情 而一個國際球隊 去過這麼多地方 做親善的表演賽 而她昨天的表現 是不是親善 我覺得是有扣分 我們現在就到了 美斯所下滑的酒店 據說在今天下午 他們就會離開香港 現場也看到 有勤車和警員在維持秩序 而在酒店外面 都看到有部分球迷在遵守 打算在他們離開香港之前 再見到偶像一面 未到下午 酒店職員已經嚴震以待 對往來的車輛加強巡視 據職員所說 今天所安排的人手 都比平時多了 主持劉卓欣 也是美斯的忠實粉絲 追上全程 他還跟美斯住在同一間酒店 兩天訓練和比賽都有去看 看球的情況如何? 這兩天 其實都很熱鬧 大家都穿了芭比粉 但是昨天看球來說 一開始氣氛更好 到後面大家都在等美斯 好像等不到 因為其實看他沒有換球衣 和球褲 也猜他不出場 但就開始喊回水 他就很失望 很生氣 很多球迷在那裡喊… 對,粗口橫飛 在那裡喊回水 也喊上去 對,很生氣 對,我看你又拿著一件東西 這件是甚麼 昨天帶他還是… 這個… 對,大家聽得到 路過你也喊回水,沒錯 對,大家聽得到 這個本來我們帶他去 就是查美斯 就跟他說他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我們有幾個朋友 我們一起舉這張東西 就說 女朋友不知道我在這裡 在Miami UCF 大一個女朋友 大於一切,這麼說 很多個大一個 但後來就很失望 所以我們現場就把它改成 Refund Scam 而昨晚 他也是酒店目擊 兩位人士扭打在一起的畫面 據說有狂熱粉絲衝進酒店 和美斯的保安鎮襲 你現在插我骨子? 你插什麼? 你插什麼? 我插什麼給你插我骨子 你不能插,你插什麼? 你插我骨子,還可以插到我骨子 我沒有插 你不要插 你不要插 你先插 我看到一個球迷 一個內地球迷 就跟保安議論地說 可否幫他 偷偷地聯絡到美斯之類 然後就腰養了很久 大概凌晨1時、2時 看到球迷無緣地推保安 然後一推就開始打架 然後球迷就說你推我鮮牙 但其實他自己眼闖 我會把球迷走 酒店方面就回覆說 當時職員上前分開兩名狗前的人士 現時事件交給警方調查中 我是從上海過來的 昨天我們一直在虛 我們以為他會上場起碼 他二十分鐘、十分鐘、五分鐘 到最後一分鐘都沒有 很失望 訓練賽也看了 訓練賽他也坐在地上 他也沒有動 所以他受傷應該是很早 他們就已經知道他受傷了 但他還是沒有通知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就是很失望 因為他如果受傷了 他可以提前說嘛 就像希羅一一樣 要不然延期要不然就取消掉 都可以接受的 但他不上場 然後全程沒有任何反應 接受不了 這次美思和蘇瓦雷斯 兩大球星沒有落場 令到所有球迷失望而回 事後領隊解釋 兩人因為腳傷未能上陣 有球迷不滿解釋 到底美思這次不落場 有沒有可疑之處呢 球員的受傷經常都會發生 就是同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那些歌星開演唱會 他有時唱到聲沙 要暫停兩場 這個大家理解的 但是整個處理的手法 是真是給別人感覺 是做得比較高好一些 看回美思遊樂機到現在 他走路呢 我們感覺上 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似乎他又不是說真的差得很厲害 美思從頭到尾都穿球鞋的 其實是沒有穿過球鞋的 你看回現在很多畫面都是 很簡單 我們踢玩球的朋友 你沒理由去到球場 還穿一雙球鞋 那雙球鞋是滑會滑的 你不換回那雙球鞋 這個在情理上 就真的很難去算得到 政府今天中午 都開了個記者招待會 交代事件 美思昨天未能下場參賽 令到政府 政府港大的球迷 和遠赴而來的一些旅客 都感到十分之失望 在贊助的條件裏面 我們是要求 除非有安全 或者健康狀況出問題 美思必須出場 至少45分鐘 我們認為主辦方Tekler 是有責任向公眾 和港大的球迷親身交代 解釋為何美思不能下場 以及他們和國際馬亞蜜 CF之間的各項安排 政府發言人說 由於美思沒有下場 沒有遵守到合約條款 可能會扣減1600萬贊助 國際馬亞蜜下一站將會去日本 到時美思會不會下場呢 大家拭目以待